各位下午好 今天是星期四 也是12月15号 当地香港时间是12点39分 那昨天华尔世界基本上是有一个比较相比的 也是很大的一个震荡 主要是美国联邦储备局 公布了他的调高率系的 那个力度跟市场预测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提高了50个基点 重点是这个预测早在没有公布之前 已经在市场里面 大家都已经接受 可能会有个50个基点的一个成长 重点是联邦储备局的那个样长 之后在发布会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就是说明年还会继续的调高利息 而且会保持高利率的状态到一整年 就是2023年一整年都会保持比较高的利息的看法 导致呢美股大致上都在跌了 就是跟前一天公布美国那个消费者指数刚好是相反的一个反应 这个礼拜呢因为那个消费者指数呢 是有缓和了很明显的缓和下来 导致大家都有一个心态可能呢 那个联邦储备局可能会可能会做一个所谓的反转 就是呢可能会开始降息 因为呢已经开始看到成绩了 成绩了就是说 美国的那个消费的那个那个 所谓的通膨呢 开始有缓和的一个现象 可是昨天呢 经过他这个发布会之后呢 大家已经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幻想了 导致呢 不是呢 大致上是昨天是跌的 那今天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OK我们再继续看 那道琼呢 这个礼拜呢 最高来到34712点呢 非常非常接近 我原本的跟目标是34842点 虽然没有碰到 可是呢 短期里面应该是 也没有一个可以刺激到他一个新闻 因为这个礼拜所关注的 就是这个消费者指数 跟这个昨天晚上 就是凌晨三点的时候 或公布的这个利息的一个调整 之后呢 这个整个礼拜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新闻 那下个礼拜就是 那个圣诞节的前一周 所以变成了市场 应该非常非常的淡 所以大家呢 可能可以关注一下 那那个S&P500也是一样 跟着华尔世界呢 就是整个道琼呢 下滑的时候 他也跟着下 可是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大下 就是呢 重点是 短期里面 没有在涨呢 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呢 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 这个联邦储备局的那个 明年的一个看法 对利息的看法 现在呢 已经很清楚 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也不是第一次 那个联邦储备局 样涨呢 是这样子讲 其实呢 早在三个月的时候 在月初的时候 他也曾经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同样的那个话题 只是市场不接受 这个看法 就是说呢 认为大家都认为 可能因为呢 这么高的一个利息呢 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 那这个风险呢 是央行承受不了 所以大家都认为可能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能他会被逼呢 在减息 所以目前呢 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呢 S&P500呢 最高来到4100 将近1点 所以那变成呢 也很靠近很靠近 我的原本的目标 是4118点到4232点 所以虽然没有碰到 可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短期里面 他还是有帮 短期里面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了 因为呢 以昨天的这个走势来看 他目前呢 还是在那个短期呢 那个支撑线的上方 所以呢 保持没有破 这个导致呢 可能技术上呢 可能还有这个机会 再继续的往上走吧 可是 这个礼拜应该是没有 这个礼拜只剩下两天 包括今天晚上 应该是这个机会不是很高 那纳斯达也是一样 纳斯达也是很靠近 来触碰那个短期的支撑线 也没有破 这个礼拜最高来到 12166.4点 远远的离开我的原本的目标 这是12885点 还有一大距离 还有千多点 所以应该呢 这个纳斯达100呢 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 往上冲 可能这一轮的顶多呢 达到122166点呢 可能就应该开始要封顶了 主要是要看 他这个短期的那个支撑线 能不能撑住 而且可以撑多久 迟早他还是要跌的 这个对美股来看是应该是短期的一个可能性 那今天早上在恒生指数呢 我们看到有稍微有股价呢 开始有一点拉回来的一个感觉 这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 这个上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呢 最高呢 而今来到19926.5 所以非常非常靠近那个短期的一个目标 就是19940点左右 OK 也是说应该很接近2万点吧 OK 所以短期里面 他这个已经涨了三波浪型的 应该是达标了吧 OK 所以接下来那个风险就是在下方 如果这个短期的那个支撑线被破的话呢 可能他就会继续的下滑 因为主要主流的那个主要的行情的一个走势 还是还是熊市的 所以对于这个三波浪型的反弹呢 已经是走了两个月了 一个月半 所以变成了大家应该开始要认识到 他上面空间真的是不多 OK 这个上海中的指数也是一样 今天也稍微拉回来 就是从三个礼拜三的时候呢 行情来到3225点之后呢 这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一直在下滑 OK 除了这个上个星期五 稍微有点反弹 这个礼拜几乎是每天都在下滑 所以我看到也是很靠近这个短期的一个支撑线 同样的 他也是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反弹 虽然他还没达标 因为我的目标是3295点 或者是96点吧 所以还是有一段时间 OK 看看他还有没有办法 这个支撑线能不能再支撑一下 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往上走 可是呢 这个基本上还是一个熊市 日经指数呢 今天有开始有下滑了 昨天我们看到行情呢 有来到反弹一下 可是呢 今天呢 又在下滑了 这一轮呢 重点是 他的三波浪型 已经跌破了这个短期的一个支撑线 上面的空间真的是有限 所以呢 风险是在下方 如果他跌破27415点的话 他可能会继续的下 往下走 在外汇这一块呢 美元的昨天是稳了 稳了一点点 就是虽然他星期三的时候呢 星期二 星期二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然后呢 昨天有稳住了 所以呢 可能短期里面 他还会继续的下滑 美元日币呢 短期里面应该上面的空间是比较少 他可能会来挑战 这个1.30 1.30的那个空间 只要他突破这个月份的最低点 133.62的话 他可能会往131 或者130迈进 英镑也是一样 英镑应该是短期里面 应该是到位了吧 因为这个三波浪型的形状呢 导致昨天这个 来的一个稍微有高一点点的一个价位 就是1.244 1.244 可是呢 没办法突破 这变成了短期里面 这个短期的支持就比较关键 今天如果 如果有下滑的话 他可能会往1.09迈进 所以下面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相反的话 他上面的空间呢 是比较小 其实上呢 我今天可能 因为今天我要出席很多会议 变成了我今天可能就没办法下单 其实如果有空间的话呢 我是认为 做空是比较有可能 虽然我这个礼拜 给他止损的一笔 那个空单 所以呢 短期里面我认为 只要是1.2667没有被突破的话 下面的空间相比的话 是相当大的 所以呢 虽然我有一个看法 可是今天可能我不会下单吧 OK 因为我重点没办法 注重精神来盯盘 OK 那欧元对美元也是一样 我这个礼拜也给他止损一轮 所以呢 短期里面 这个短期的支撑线也是比较关键 如果他是稍微有跌破 然后收视今天呢 在这个支撑线下方的话 他可能会往下面走 最基本 最基本呢 应该是来到1.03吧 OK 我觉得这个1.03的可能性 也是蛮高的话 OK 别的货币吗 我们看石油吧 石油昨天还在继续的涨到 77块7.5 然后呢 他触碰了短期的压力线 今天早盘呢 有点拉回来的一个感觉 所以导致呢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熊市 可是如果他可以突破 这个短期的压力线的话 他上面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我原本原本是认为 94块是有可能性 如果他继续的突破 而且可以冲过83块3毛4的话呢 他上面呢 可能交往94块迈进 所以那上班的空间是相比的话 是比较大一点点 我基本上是已经做多了 那个石油已经流畅将近一个礼拜了 我希望 不止了 应该是两个礼拜 我基本上是早期的时候 太过早进场了 会在这边 我进场了 行情来到83块 我们也保护 行情跌到70块 然后现在有点反强 希望是还会继续的走高 因为短期里面 我跟大家昨天讲过了 美国那个 拜登政府呢 已经下令 就是说呢 他要填补他的库存 就是石油的后备的 那个储存 那个库存 而且是以一桶70块 的价位呢 来填补他的那个 那个库存 这个石油库存 所以变成了 这个70块变成短期里面 是一个这个底线 OK 所以短期里面 一个行情很难跌破70块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这一期的 最低价位70块 点08分呢 可能变成是一个支撑 很大的一个支撑 所以上面的空间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再来我们来看看黄金 黄金呢 昨天没有涨 OK 在那个星期二的时候呢 行情来到1824块 4毛7 同样的我的空单 也被止损了 可是现在 今天早上的 好像有点要跌的感觉 可能我跌下看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下面的空间 可能还会再继续的跌 我主要是看这个价位 我认为行情短期里面 可能会需要一个调整吧 OK 我的目标是1725块左右 所以呢 短期里面 如果行情可以跌在这边 其实呢 大致上呢 做多会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你认为做空的 那个空间不是很大 相比的话 我们就按照行情的 一个走势吧 OK 可能上面的空间 会比较大一点点 这个就是也 我的一个中长线 中长线的一个看法 银呢 同样的 这个礼拜最高的 24块 一毛三 可是今天早上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因为基本上呢 那个银呢 那个上涨呢 是比黄金 以百分比来 来做比较的话 它基本上是比较 是比较稳 所以 所以它涨得比较快 那这次呢 如果有回调的话 也不奇怪 赢了 可能这个跌幅 会比较大一点点 短期里面 应该是最基本 最基本 应该会来挑战 这个22块吧 短期里面 大家可能要注意 这个22块 在比特币这个空间 我们来看看 比较小的图案 我们来看 四个小的图 基本上 昨天晚上 它还是有继续的涨 达到18375块8左右 然后今天早上 又再做回调 目前已经回调 大概只有50%了 基本上 我是认为了 上面的空间 虽然是有一点反弹 可是我对长期的一个看法 我真的还是不是很乐观 还是主要的 还是看跌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以太郎 同样的 这一轮来到1351块 就开始做回调 虽然它已经突破 之前很狭窄的 价格的空间 来到1351块 可是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 有很明显的 一个获利的动作 导致的行情 基本上是在下滑 短期里面 它如果再倒回来 1200块 那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瑞伯还是没办法突破 短期里面 还是在 0.4到0.37的空间里面 它在这边徘徊 没有什么大动作 币按币相比的话 就开始跌了 跟别的币相比的话 它目前 是属于是一个 比较不乐观的一个看法 主要是因为 美国法律部 可能会有个诉讼 就是说可能会控告 币按是洗黑钱 所以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短期 是一个不明朗的一个新闻 导致的币按币 也短期里面 本来是要涨的 现在其实倒回来 253块左右 所以这一次也是看到 一个比较不乐观的一个看法 短期里面如果是回调的话 我认为顶多顶多这个行情 可能会在这个价位里面 就被卡住了 这个价位大概是291到92块 上面的空间真的是有限 以目前的这个走势 或者是这个新闻的一个影响 应该是跌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果果币也是跟着大家的做回调 昨天有来到0.0955 然后今天早上继续的下滑 这个也是不是很乐观的一个看法 这个更不用讲了 这个是Cardano Cardano基本上是没有 它只是撑住 没有垮下来 可是它基本的图案 告诉我们 它除了盘之外 跌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这个币相比的话 就比较有活跃了 Cardano这一次 以百分比来做 来相比的话 它这一次的涨幅 是相比的话 是在我们所谓的稳定币里面 它表现最好的一个 昨天来到15块 这个是从之前的12块7毛7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短期里面 这个币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可能会来到16块8到17块9的 那个空间里面 那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所以明天再跟大家做分享 OK 我今天晚上会在一个券商里面 做一个演讲 所以呢 如果你们在香港的话 或者是明天吧 明天我会在那个香港的那个会场 这个Asia World Expo 这个跟那个Wiki FX 他们做一个演讲 如果你在香港的话 也不妨来参加 我们可以碰个面 OK好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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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